大家好 最近董元柱在格力的内部会上 再一次批评孟语童的事件是上了热搜 并且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很多人就一直担心 这帮孟语童在回应的时候 又说出比较过分的话 弄得两个人再生恩怨 让人一步连续剧 没完没两地演下去 那就不好了 但是最近他在自媒体当中的回应 却很深暖心 他说内心圆满 人间变无憾 同时还很有哲理的说 所有的烦恼都与外界无关 都是自己内心的课题 人生漫漫自有答案 他这么说 他很喜欢的在人 写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 就觉得这两个女全人 这部连续剧也应该就此画上句号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业内的专业人士 就说王女童离开隔离以后 通过跟董彧珠的这对舆论战 让他更火了 那现在已经打到了一线当红主播的身价 所以说在自媒体时代 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最终都是好消息 但是我却不这么看 我觉得这件事情固然给美童带来了很大的曝光度 让很多人认识了他 但是他是网红 最终衡量他商业价值的标准 也不只是在网上的曝光度和知名度 最终还是和他带货的实际成果 就像这前一阵子 那爆火的唱 挖一挖的陶子老师 不是也很快就凉了下来了吗 据他自述 说直播带货四场 那每次带货的成交率呢 是只有一千元 结果呢 现在就没人找他带货直播了 所以我觉得啊 孟与童现在呢 整体的心境是十分对的 过去的事就翻天了 也不惧过多的抱怨 要努力修炼自己的真本领 得到内心圆满的境界 这样啊 自己的路呢 才能越走越宽